比方说如果它是在肠胃里面湿气很重 你看你的舌头吐出来 你的舌头它会又白又厚 就像冰箱那个冷冻裤上面结的霜一样 胖不是病 但是湿气重的胖很冤枉 它都吃不多喝水也胖啊 这是不是很冤枉 对对对很多人说他连喝水吸气都胖 所以如果你喝水早上跟晚上差了3公斤以上 那你湿气很重你要小心 所以等一下要来学怎么样排湿气 对不对 好两招会教大家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云之道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今天请到的是中医师彭雅医师 哈喽大家好 彭一师有一个困扰 夏天大家会吃冰的 然后吃生鱼片吃凉面 这冰的凉的会让我们的湿气更重是不是 没错没错 其实凯云很有概念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湿气 但是湿气它是一个中医特有的名词 我们会从身体一些症状来判断 我们的湿气上升 湿气上升在夏天跟秋天的交替非常的重要 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身体的湿气排出 才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今天彭一师会告诉大家十大症状 还有两个解方可以来让大家马上就可以调整 真的有的民众很好玩 他就跟我说 秋天到了天气就很干燥了 我有湿气有什么关系 到时候不是就好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皮肤有这个防御的功能 你的湿气到了秋天 外界的气候比较干燥 但它不会把水分把它流出去 它会流在体内 湿气在身体里 它就会造成很多湿气的症状 比方说如果它是在肠胃里面湿气很重 你看你的舌头吐出来 你的舌胎会又白又厚 就像冰箱冷冻库上面结的霜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舌胎厚的情况 表示你的湿气就很重 所以第一个是看舌胎 所以舌胎你说吐出来是整个舌头 还是说哪个地方特别多 就是程度 如果说只有每些地方是比较白厚 比方说偏前面 可能前半段心肺这个湿气比较重 如果整片都非常的白厚 那你就是整个人的湿气都很重 好 所以第一个指标 看舌胎 赶快拿出镜子来看一下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说 你会不会觉得每天早上起来 都觉得 哇 头重重的 怎么睡都睡不行 然后越睡越累 就是容易疲劳这样子 可是不是大家平常都这样 那这跟一般的疲劳 跟湿气重的这种疲劳 有什么感觉不一样 其实大家平常都这样 就是因为台湾它的气候特色就是湿气重 海岛国家 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困扰 才要学怎么样去除身体的湿气 就像你身体就像一个被子嘛 如果你把它晒干很凉爽 阳气充足 你就不会这么容易湿湿沉沉的 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头痛是比较像 好像一个湿毛巾裹件 裹住你的头 湿湿重重 就是头晕不清爽 然后那种疲劳是觉得下半身重 然后觉得整个人没有力气 而不是那种比较虚冷的 那就是属于湿气重的疲劳 这也是为什么呢 大家去看中医的时候才会说中医师说我湿气重 那一个就说我也是 就是因为台湾的气候 特别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因为有外湿跟内湿 你看现在梅雨季节开始了 哇外面这么湿 有的人他免疫力不好 然后又吃冰的凉的 身体的脾胃排湿功能又不好 还有人不知道身体的脾胃是排湿的器官 好所以赶快把这个影片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今天有十大根湿气有关的症状 第一个刚刚说舌太伸出来 白白腻腻的湿气太重了 没错 第二个呢 如果你早上起来觉得头重重的 好像裹着湿毛巾也是 第三个指标呢 肥胖 胖 胖不是病 但是湿气重的胖很晕亡 他都吃不多喝水也胖啊 这是不是很晕亡 对对对很多人说他连喝水吸都胖 所以如果你喝水早上跟晚上差了三公斤以上 那你湿气很重你要小心 所以等一下要来学怎么样排湿气 对不对 嗯好两招会教大家 那第四个指标是什么 第四个湿就是水嘛 水的特性叫湿性重酌 所以如果你老是小腿肿肿胀的 站一整天觉得容易疲劳 然后容易水肿下半身肿的 那就是湿气重 小腿哦 对特别是小腿 就是下半身 因为大腿大家坐着比较没感觉 其实就是肚脐以下 整个很容易会肿 那很多人是到了下班时间肿 就特别是湿气的问题吗 对或是有人他穿鞋子 这种皮鞋有没有 晚上他要换一个大一号的 那铁定是水肿 比较紧 对就是所谓湿气的体质 嗯好那第五个呢 哎有的人上班的时候不喜欢喝水 都不会渴 然后老是有很多口水 你不要觉得说哎我的这个身体很好啊 水分都很够啊 不是你是属于湿气体质 你身上的湿太多了 以至于不太想要再喝水了 而且你的口水是黏黏的 哦黏黏的 好这是重点 因为我才在想说哎那个口水 就是因为怎么样去观察说 那个口水有什么不太一样 因为那口水 更肿了 然后更疲劳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就不那么爱喜欢去喝水 你就喜欢喝一些利尿的 咖啡啦 咖啡当水喝 就是这种 这种人就是了 哈哈哈哈 又是又是了 看起来很多人都是哎 对 再来第六个指标呢 这第六个就是很好玩 上班有常常那种 上班的时候我都不会饿哦 我都可以不吃东西的 然后怎么样也觉得 吃一两口就饱了 当仙女 然后下班就大吃大喝 很多人都想说是因为肾上腺素爆发吗 因为很多事情要忙啊 其实就是因为你食器重 所以你的 湿已经把你的脾胃整个都填满 你会觉得那种假的饱的感觉 好像都不会饿 你看我刚刚说 明明就没有喝水 结果口水还黏黏的 还不想喝水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就身体出了问题 所以他会反映在 第一个 你明明这个 没有喝水 但有口水 这是有那种假的 口水的感觉 或者是你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 假的饱的感觉 假的饱 所以你才会下班的时候 突然爆食啊 因为你又没吃东西 但是你上班确实就不会饿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他既然跟我们肠味道那么有关 有没有在我们排便上可以观察的 对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有概念 如果你早上起来 有排便 也表示身体功能正常 但是排完之后冲不掉 你知道吗 黏在上面 或者是他冲掉 他是自动的冲水 但是你要用很多张卫生纸 觉得擦不干净 上不干净 那种感觉 实施黏黏就是湿气中 所以第七个指标 你有没有重 就是大家排便的时候 有时候会黏黏的 所以是很常见的 对很常见的啊 我自己也都有过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 有的时候没有 没有的时候就代表OK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湿气就像温度一样 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就是变动式的 所以如果你前一天就喝酒啦 或者是去玩 或吃太多油腻的东西 你隔天可能湿气比较重 你排便就会黏 可是如果你前一天就作息正常 心情稳定 又做了一个 然后又收看这个影片 喝了这个 跟排湿相关的 你隔天起来 对 大部分一条浮在马桶上 反而就没有湿气 是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它会改变 所以我们才要学怎么调理嘛 OK好 所以今天有十大指标 还有两个方法 包括茶饮跟穴 我可以知道打架 还有一个是 皮肤会有那种小小的湿疹 尤其是在紫园的地方 有的人这边 紫尖啊 紫园会脱皮 或是身上有很多的湿疹 都是湿气 发在皮肤的表现 所以你会有一些 仰疹湿湿的 有时候是在手 有时候脚它跑来跑去的 就看湿跑到哪里去 所以皮肤会有 不明的仰疹跟湿疹 反复不会好 但是它又不是感染 你吃药擦药都没有效 所以第八个是显示在皮肤上 第九呢 如果是女性朋友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 你就关心你的女性朋友 女生它有白带嘛 所以它白带就会湿湿黏黏的 有的比较严重的话 还会黄黄的 就是湿加热 所以女生如果白带真的太多 我们就要带一下 就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 所以女生多了这个 可以观察就对了 对对对 好所以第九个是 女生要观察 是不是白带比较多 然后甚至有点黄黄的感觉 对 那最后一个呢 第十个 我们来讲一个男生可以观察的好了 男生就是 假设你有三高 你有一个弹湿体质 你可能有脂肪肝 高血压 心脏病 你有些慢性疾病 那你铁定是有弹湿体质 哦好 所以有三高的人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这十大指标 赶快 你或你的亲友有没有 不管排便 或者我们刚刚提到说 蛇胎啊 或者是三高等等 赶快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大家订阅 按赞分享 跟开启扫铃铛 凯云在这个频道上呢 会请很多很棒的医师 跟大家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 照顾自己跟家人更健康 那平时 既然大家都或多或少 有一些湿气的问题 尤其夏天 台湾人吃冰啊 天气啊 等等的 很容易湿 那到了秋天不排出来 很多病就会来了 没错没错没错 赶快就就我们把两个方法 先告诉我们 第一个方法跟茶饮有关 对 其实你知道湿气要怎么排吗 大家都知道水分嘛 流汗嘛 就是我流这么多汗 怎么可能还会湿气重呢 然后有人就说就排尿哦 尿这么多还会湿气重 其实水分它代谢有三个 就肺部 肺是透过呼吸 还有这个流汗 那脾胃才是排湿主要的一个脏器 那甚至这样就排水嘛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加强脾胃的调理的水分 脾胃的调理 脾胃就是像这个山药 健脾 你可以用这种中药材 它干燥的山药 或者是新鲜的这种日本山药啊 也OK 这是其中一个药材 然后另外一个 它卷起来 这是什么 茯苓 好可爱哦 我刚才卷起来很像肉鬼 而且很香 肉费是这个咖啡色的嘛 或者是有一点点带黑 就是茯苓皮 总之呢 茯苓跟山药加起来 沥水的效果非常好 比例就是1比1 哦 山药 山药如果说茯苓买了茯苓 然后煮成山药汤 这样也可以 就用新鲜的山药 没错没错 而且我很推荐大家入药扇 就是你要吃山药排骨 它里面加等比例的茯苓下去 对就喝汤 然后吃山药 再吃点排骨 那你早餐吃这个 你隔天 早餐 对 因为早上大家都是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嘛 饮品不如就来一个像排骨汤 加点茯苓 然后你就可以把昨天的湿气全部排除 又是轻松的一整天 诶那湿气排除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尿的特别多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会 因为排出去还是透过发汗发尿 好不然就要用土盒子太坦了 所以我们脾胃把这个水 身体多余的水都把它就是集中出来 就要有个出口 你会觉得说 诶真的尿尿就是不会中断了 就会很多 然后量很清晰就很舒服 那排便如果水太多 说它就透过肠道 你才会觉得大便黏黏 它是身体自然排水的过程 所以等喝完这个 然后你等水分排完 你会觉得眼睛一亮 它就是身体的水分恢复正常 然后我们再做个穴位的按摩好不好 好 来 要按哪里呢 我们手背是羊 所以我们就来补一个羊的穴 这个叫羊池穴 羊池穴 羊池就是你这样手有没有 弯 有没有看到一个凹洞 像一个池塘一样 它在手背的正中央 诶有诶 当然去摸 对 它都说是穴了嘛 所以它就是负责水分调节的池塘 中医命名很好玩 穴位它就是会根据那个 什么菊池啊 羊池啊 山啊 河啊 跟池塘啊都有关系 所以就羊部的池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手 在冷气房有时候会吹到冷气 所以你就用一个 右手的大拇指按左手的羊池 然后做这样的扭动 或者是整个握起来 然后做这样的扭动 哦 这样更简单了 对 这样更简单 可是就比较没有办法针对穴位啦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穴位 然后做这样子的按摩 让它这个羊池穴启动 让这个池塘里面的水 可以做一个流动 就不会是一滩死水 你就不会是弹湿体湿 然后下半身肥胖 然后就觉得容易疲劳咯 哦 好 所以刚提到这个茶饮的部分 或者入药山是早上 早上来喝嘛 对 那这个穴位呢是随时吗 还是两个时间比较好 可以随时 或者是晚上睡前 你比较有空 一边按 然后一边想想 今天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会导致身体的湿气过重呢 其实透过这样的想法 让你身体也会更健康呢 好 请大家第一个按摩 非常能开启小铃铛 方法很简单 前面十个指标 中了几个就代表有湿气 如果三个表示你有轻度 如果四到六个就是中度 七个以上 你真的是要来每天喝一个 山药茯苓茶了 好 我今天谢谢彭卫医师 提供这么棒的讯息 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运用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跟开启小铃铛 就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喜欢凯云的影片吗 请记得订阅哦 这订阅是免费的 也请追踪凯云的全频道 还有加入凯云的LINE 成为凯云的LINE好友吧